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特地志工 在环保站经常收到许多有民众送来的衣物 甚至包括没有拆封的新衣服 志工就想到了在廉价族区推动二手衣市集 让衣物重新找到新主人 这意外的让许多外籍劳工找到他们的耶旦礼物 每月一次的吉隆坡白沙罗达迈二手衣市集 有一群外劳很期待 加上耶旦节将近 这一天人潮比以往多 二手衣物种类多样 有的甚至还未拆封 透过二手衣市集 减轻地球负担还能沿用物名 二手衣市集的主要对象 多数为菲律宾 印尼及缅甸外劳 一乡生活不易 来自缅甸的青女士身上所穿皆是朋友送的 如今二手衣经济实惠 终于也能为家人添购新衣 也有部分外劳将购买二手衣省下的钱用来助人 这一份善心值得鼓励 大新闻去晚静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